Hello,大家好,我是KNLHobby的小金,一个爱模型,爱科技,爱生活的小金,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模型开箱呢,是一款填弓的,大家看一下,填弓,编号是89792的一款二战的意大利菲亚特P40重型战车,1米35的填弓的, 好,咱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填弓的模型呢,不用说啊,很多模型开模的年份啊,比我的年龄都大啊,都是一九七几年八几年的东西啊,好,还有大部分填弓的模型,应该都是菲律冰层的啊,好,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包装拿开,拆开一下,哦,这一款,啊,这一款是和意大利吧,也有人把它完成一大二的,这一,应该是合作哦, 共版件的一款上,这个品牌呢,也有不到意大利,好,左上转天宫的一个logo,然后是上面是写一比三十五比例的模型,啊,有金属的石刻片啊,然后,有些小的文件吧,啊,雨带啊,金属的包装,啊, 然后,有些小的有一样,我会看到的,我们再拍这个儿了,这边一只好吧,还有好像被帅了它恩了,一只银玻璃符,啊,这一只换替的,东西来印出来的, 这款是Made in Italy 意大利产的 这款的印象里很多人都是日本商机 或者特别生产的 侧面有些说明 一些橙橙绿 沙漠黄 一些双黄色 迷惨 这一层战车的内容 这边又涨了 写真集 一边都是 一边都是 一边是 最后一边是 一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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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价格要240不便宜 侧面是一个绿色涂装的 它里面画册应该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一下编号是897926 很旧的包装 好我们再看一下 板件是一个这样一个土黄色的 下面这个是履带 有部分是一体成型的 有部分是要自己拼接组装的 这样它的动感真实性会更佳一些 然后这边是一个驱动轮路轮 承动轮 这边有可能是装甲炮管部分 反正下面这个是悬挂和驱动的部分 板件很简单 只有两个袋子 大家看一下 确实简单 看一下这下面这个炮塔的部分 然后这个应该是发动机的部分 还不错 我不确定它这个是 这是09年上来的 我不确定这是哪一年进展的 看一下装甲 底盘 测群 把镜子 这边有很多绿 这些数字啊 看一下这个 这个说了这样 这边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说明 简介了一些历史啊 写着 以太尔利 以太尔利 是以太尔利 所以不快 这一块是意大利的 我都在这一个图色 一些历史的一些图片 当下我刚才也比较方便 当下的画车 我推荐一下 装作为桃子 最后就这个说明书 比较简单 一张一张纸 底盘履带 然后车身 最后就是泡桃 今天的开箱呢 就是这样 这是一款田工的 意大利的重型坦克 P40 1比35的 限定版的 编号是 0989792 超过4千万 突然带10个片 带一个纪念的 一个产业 OK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天安 狐狸小金 其他的意料 请不吝点赞 评论 加关注 谢谢 拜拜 拜拜